3號請上台 各位來賓朋友大家好 我是編號第3號 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爺爺的肉丸子湯 老奶奶過世了 有下老爺爺孤孤單單一個人 老爺爺提不起勁做任何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 好想喝熱湯呀 真想喝老奶奶煮的肉丸子湯 我也來煮煮看吧 我記得老奶奶會一邊煮湯 一邊唱著歌 熱水滾呀滾圓圓的肉丸子 噗通一聲丟下去 最後加點鹽巴奶油和胡椒 肉丸子湯煮好囉 大門突然摳摳摳摳 想起一打開門 眼前站著老鼠喊貓咪 老爺爺馬上把湯盛給他們喝 隔天老爺爺把最大的鍋子拿出來 就算他們又來了 用這個鍋子煮湯應該也夠吧 熱水滾呀滾圓圓的肉丸子 噗通一聲丟下去 最後加點鹽巴奶油和胡椒 肉丸子湯煮好囉 大門又突然摳摳摳摳 想起一打開門 一個小男孩站在那邊說 哇好香喔 哎喲喂呀 今天又有好朋友啊 我來請客吧 小男孩說 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那當然 鍋子裡還有很多湯呢 你放心的進來喝吧 小男孩突然回頭大喊 大家快出來吧 老爺爺說要求我們喝湯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個小孩跑了過來 老爺爺馬上把湯盛給他們喝 哎 今天也只剩一點點的湯啊 我也一起喝 嗯 真好喝 我終於煮出老奶奶的味道了 就怎麼辦 我要用全部的鍋子煮湯 給所有的好朋友喝 透過這個故事 讓我也想到自己的爺爺奶奶 他們因為年紀大而孤單寂寞 更讓我要懂得關懷他們 我們不妨試著煮一鍋爺爺的肉丸子湯 和朋友分享 一定會帶來滿屋子的歡笑聲哦 我的故事說完了 謝謝大家 時間兩分五十九秒 這裡嗎 我來這樣會很久 看 好 唉 來 就是說 有